嗨,大家好,我是最近放假宅在家里盘点了一下自己在2020年买过的所有的香薰蜡烛 想把这些香喷喷的小可爱介绍给你们的长颈录 在开始正式的介绍这些小可爱之前呢 我想先强调一下我个人的爱好是花香大于果香大于食物香大于皮革和木质香 所以呢在我说到的这些蜡烛里如果有一些是我不喜欢的 那很有可能是因为它不符合我个人的口味 那在2020年度我个人最喜欢的香薰蜡烛品牌呢 是一个来自瑞典的比较小众的香薰蜡烛的牌子叫做amon 他们家的蜡烛呢我是买了两款茶道姜果炸弹 姜果炸弹的这个名字也是非常的形象了 它的姜果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浓郁 相比之下呢我其实更喜欢茶道的那个味道 稍微的淡雅一些 它的阔香不是特别的强 接下来呢我还会继续的购入这家的蜡烛 他们现在应该是有六七款吧 我之后应该每一款都会试一试 除了amon这个牌子之外呢 这个年度还有一个牌子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就是这一款黄色的帕尔玛之泉 它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 好像相比之下没有amon那么的小众 我买的这一款呢叫做早安 是一个非常清新的味道 非常适合早上点 他们家呢是有三个系列的蜡烛 一个是我买的这个黄色 还有一个白色 还有一个蓝色 我之前大概看了一眼黄色的系列呢 好像就是比较偏向这种清新的味道 很多的里面都会有薄荷和柠檬 我之后呢也会继续的再尝试一下啦 最喜欢的香薰蜡烛的单品 Birido的这一个图书馆 它这个味道呢真的特别特别的适合 在读书的时候点尝 那在2020年我买到的性价比最高 我觉得说最让我惊讶的蜡烛呢 是ZARA的一个Emotion系列 这个系列呢 是ZARA和祖马龙的创始人 合作的一个系列 我是买了他们这个系列的三款 在这三款里面 我最喜欢的是玉兰花和水仙的 它们都是那种特别舒服的 花香的味道 所以特别合我的胃口 柚子的我也买了 就是我平时为了蜡烛美观 作为一个稍微有一点强迫症的人 我都会用锡纸包着烧 但是柚子的这一款啊 真的是锡纸包着烧五六个小时 还是烧不平 因为它根本划不到边缘 它烧的特别特别的慢 也是让我挺难受的一个事情了 这个系列呢 我之前还有买过橙花那个味道 但是我闻着莫名其妙的 就觉得有一股肥皂的味道 我看到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橙花味道非常非常的好闻 但是我个人呢确实不是特别的喜欢 还有这个系列的有一个乌乌的味道 嗯 我之前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说 它有点像那个夜下的味道 所以我根本呢就没有尝试 最近呢看到说ZARA这个Emotion系列 又出了新品 我应该也会再试一试 一直持续的喜欢着的蜡烛呢 是祖马龙的一款 摄香牡丹的这一款 这个味道就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甜甜的 花果香的一个味道 这一款蜡烛呢 其实我是从2020年年初就一直在用的 这一个大概也是第四个了 在祖马龙里呢 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味道 但是特别合我的胃口 2020年最舍不得点的蜡烛呢 是宜家和Burrito的创始人合作的这一系列的 它的这个瓷瓶呢都特别的可爱 之所以说最舍不得点呢 因为它是一个限量的联名款 我也是跑了两次的宜家 才买到了我喜欢的这些味道 基本上瓶子颜色比较浅的我都买了 那相比之下呢 我最喜欢的是棉花和苹果花 冰箱琥珀的 之所以舍不得点 是因为现在我周边的这些宜家呢 也买不到了 就总觉得说点了之后就没有了 网上有很多人讲说 这个系列它的阔箱其实挺弱的 可能是因为在我点之前看了这些帖子 有一点点心理建设 所以呢希望没有爆得特别的大 但是最后的结果反倒让我觉得还可以 那接下来呢 我想讲的这一个品牌的蜡烛 是让我又爱又恨的一个品牌 这个好像也是北欧的一个牌子 我不太会读这个名字 这个是一个小的 底下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 他们家呢目前在市面上是有四款蜡烛 有一款因为是香菜的 我个人觉得我不会特别喜欢 所以我是没有买那一款的 包裹到的时候 里面一个大盒子 两个小盒子 有一个小盒子 就是Black Oak的那个盒子 它是没有塑封的 打开之后发现里面已经发霉了 在找那个购物网站换的时候 它告诉我说已经断货了 所以Black Oak那个味道呢 我到现在是没有闻到 那它之所以让我又爱又恨 一个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另外一个是因为 他们家也是用的天然的蜡 所以呢就是会烧得凹凸不平 虽然这两款的味道呢 我都还挺喜欢的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让人 有爱生恨的部分吧 那一开始说了一些好的 现在呢要说一些不太好的 2020年让我觉得最失望的蜡烛 英国的牌子吧 叫城市药房的这个蜡烛 那它是一个这种铁罐的嘛 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个 但是我当时一开始 其实是买了有三个 有一个味道 好像是番茄的那个 我不是特别喜欢 所以我就退掉了 还有一个是我特别期待的 那个无花果的那个 但是拿回来之后 死活盖子就是打不开 我觉得就是上天不想让我 尝试那一款蜡烛 他们家也是用的植物蜡 所以呢它烧完之后 表面就坑坑洼洼的 对于我这个有强迫症的人来说呢 也是不太行的 与此同时呢 还有一个蜡烛也是让我挺失望的 就是ZARA HOME 我当时是买了两款 那ZARA HOME这个蜡烛呢 说来话长 其实我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在点 他们家的蜡烛了 我一直在点的那个味道 是Ginger Lily的 这个上面现在是什么标都没有 这个也是一个老的包装 是我买了挺久的 这个味道呢 我当时还买了家用的 无火的香薰 我是很喜欢这个味道的 所以抱着对ZARA HOME的喜爱 和对它的这个期许吧 我在今年双十一的时候 买了它的另外的两个系列 有一个是那个浆果的味道 它也没有任何的标 我觉得它的这个浆果呢 可能是不太符合我的品味吧 就是觉得它有一点点太偏酸 所以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还有另外一款呢 是这一款 这个系列当时我看到这个盒子啊 是很喜欢的 因为它也是用了一个铁罐的包装 在双十一的时候 我是买了三个 最后呢只留下来这一个 一个是这个系列 它普遍都是就是皮革香 这种系列的味道 另外一个是它的品控 真的也做的挺差的 就是它那个铁盒子上面 经常有坑坑洼洼的 所以呢我觉得ZARA HOME 这个品控好像做的 就不是特别的好 那2020年度 让我最花心的蜡烛呢 是美国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牌子叫Oudwick 就是他们家的蜡烛呢 都是那种木质的烛心 我之所以一开始 特别喜欢是因为 我刚买的第一个是这边 这个最大的 它是一个咖啡甜点的味道 点起来满屋子真的就是 洋溢着咖啡的那种香香的味道 它的竹心点起来 会有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 刚买到时候 我特别喜欢那一款蜡烛 结果因为它一共有三层嘛 它第一层烧完了之后 开始烧第二层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就烧不动了 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在那里 闲置了也是挺久的 亚马逊打折的时候 我又买了一个这个大蜡烛系列的田径时光 结果这个蜡烛第一层就点不动 每次看到那个火苗在那挣扎 就是死活烧不下去 我就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 所以这两个大的呢 也都树枝高阁了 这里能看到啊 有一些小的蜡烛 也是Oudwick家的 我当时因为真的 一开始特别喜欢它的这个竹心的这个声音 所以呢买了非常多小的想回来试一试这个味道 其实挺多味道的 有一些闻着还是不错的 那我最喜欢的呢是这个绿色的 它这个是柳树的味道 闻起来有一种春天的感觉 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这些 在这一年里呢 还有一些中规中矩 让我觉得可能也不至于会回购的蜡烛 第一名呢就是非常有名的Diptec 它的蜡烛呢 我一开始是买了一个圣诞的那种小套装 里面有六个不同的味道 我也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 当时还买了一个它的那一款僵果的 是比Zara Home的那款僵果要好闻一些 但是我也不是特别的喜欢 第二个中规中矩的品牌呢 也是来自北欧挪威的一个品牌 上面的这几款小的呢 就都是他们家的 当时是因为看到他们家有极光味道的 然后就特别的好奇 刚好趁着圣诞打折呢 就买了一套回来 然后发现其实像它比较有名的 像是极光啊 峡湾啊 小岛啊 森林啊 这四款都是有一些抽象的味道吧 就可能还是不是很符合我的胃口 相比之下 他们家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粉红色的 也是带一些僵果味道的 第三个中规中矩的品牌呢 是荷兰的一个品牌叫做Retros 这个牌子我之前是用过 他们家樱花系列的套装 有沐浴露啊 洗手液啊之类的 那我这次呢 也是买了一个这个樱花系列的一个蜡烛 它的味道就跟那个小套装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我觉得呢 就也不是特别的惊艳 而且味道稍微有一点点廉价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无功无过的牌子 就是HM Home 这一款呢 是一个无花果味道的 架子上这一款剩的是最少的 我当时闻了闻觉得味道还不错 就买回家了 然后发现真的是买了个寂寞 它基本上是没什么扩香的 但是味道确实还是可以的 那虽然在2020年我已经买了这么多蜡烛 但是呢 我还是有一个蜡烛的心愿清单的 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呢 可以实现 当然这么多蜡烛呢 我可能先要点上一阵了 那么我在新的一年里蜡烛清单上还有的 首先就是之前说过的 ZARA的Motion系列新出的三款蜡烛 还有呢就是法国的那个Overrose的那个牌子 他们家的蜡烛呢就是通体粉色的 其实和它呢是有一点点像的 还有一个就是法国的植物学家这个牌子 我其实有点犹豫我要从什么开始试起 因为小番茄的味道 我不确定我喜不喜欢 等我再犹豫一段时间再说咯 最后还有一个想要在新的一年里购入的蜡烛呢 是Joe Love的蜡烛 Joe Love呢 他是祖马龙的一个创始人 自己成立的一个品牌 这个牌子的蜡烛好像官网都不邮寄德国的 我之前有在一个英国的美妆网站看到过 之后也就有机会试试看啦 我真的是不到假期不盘点不知道自己真的花了这么多钱在蜡烛上面 虽然呢他们可能单价不是很高 但加起来也不少了吧 但不管怎么样呢 去年确实有一段时间自己心情也不是特别好 那买蜡烛呢就相当于是一种补偿性的消费 钱花的还算是值得吧 毕竟人生在世心情好最重要对不对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